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听说在台湾东北部有个海科馆 我们决定相约在那儿 赶紧出发 可别迟到咯 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的水产厅 展示内容包括水产科学 及技术的相关知识 共分为渔业 水产养殖 及水产加工三大领域 并且融合了生态 及科学教育中心 是个重要而且有前瞻性的好地方哦 这里是大海中的生命 好大一片的互动区 在这座船底造景下 缤纷绚丽的声光秀就要展开咯 潜水夫与许多海中的好伙伴 共同上演这出海中的舞台剧 我还发现周围几个生动的海洋造景 让您身丽其境 感受大海生命的美好 一进入从鱼到鱼 就看到了我的家族 乌鱼可是台湾渔业 从养殖到水产加工 很重要的水产资源哦 你们可以从产卵回游 水温窑测 与乌鱼速报等单元中 更认识我们与人类的关系哦 这里还介绍了许多有关鱼类的习性 鱼儿有时独居 有时成对 三尾鱼以上的共游称为群游 群游具有增加觅食机会 防御敌害等等好处哦 这里有个互动展项 快来和我们一起行动 落单了可是会被大鱼吃掉的哦 血鱼是海洋生物的生存方式之一 章鱼、裸胸唇及龙虾都是血鱼者 也是空间利用的好手 随着我们的生活行为 逐渐被人们研究与了解 配合鱼类习性与作业环境 各式各样的鱼业技术不断地被开发出来 像是围网鱼法 就是针对群游的行为 利用长袋状网具包围鱼群 或是利用长潮与退潮间的潮叉 将鱼儿留下的食户鱼法 在这里观察鲤鱼等大型鱼类 经常在水面巡游的特性 透过两人协力合作 一起去标鲤鱼吧 海洋资源看似丰盛 却不是永不枯竭的 我的伙伴们也曾试图抗议人类的行为 包括过度捕捞 任意破坏我们居住的场所 鱼业废弃物随意丢弃 以及任意破坏山林等 这些行为都对我们居住的海洋 产生严重的影响 好在 人类已经开始有了善意的回应 透过管理鱼业资源的捕捞方式 永续经营这片珍贵的海洋资源 来到陆地上 养殖业者也正致力于解决 鱼业资源匮乏的窘境 台湾的水产养殖 早期主要由湿木鱼 鰻鱼与草虾等为主要物种 发展至今已经超过150种了 其中我的好朋友吴郭鱼 吴吴对于养殖环境的适应力最好 还具有抗病力强 生长快速等特性 在这里吴吴将为您缓缓到来 它从出生到长大的大小事 整个成长过程 都是在人微的环境下发生的 赶快跟我一起来这里认识吴吴吧 透过养殖过程的影片介绍 更可以认识养殖的技术研究层面 如何提高产量与品质 杂交配种如何进行 甚至借由基因改造让品质更好 这里有个小游戏 试看看 帮吴郭鱼乱点鸳鸯谱 您将发现原来配种不是那么容易呢 告诉大家这么多鱼儿的秘密 我决定要紧急召集小组会议 就约在人工鱼胶里头吧 会议主题是讨论鱼胶对我们鱼儿有什么帮助 会议快开始了 要请您在外面等候 偷偷告诉您 您可以从小圆洞中参与我们的讨论哦 人们透过渔业或养殖取得的水产资源 除了可以加工制成各种食物外 还有很多日常用品 也是透过水产加工制作而成 提供人们保健 医疗 材料科学上的各种应用 水产资源无限的潜力与契机 绝对让您意想不到 这里就像一个水产实验室改造而成的游乐场 快来闻闻看这些水产品的气味 您认得出来哪些有添加萃取的水产香料吗 这里还有一个小游戏 教您辨认海洋生物的毒性 千万别被我有毒的朋友吓到了 随着您在游戏中的互动与体验 相信您也会学习到 如何选购新鲜美味的水产品 以及如何正确保鲜 下次在游市场看到我们 别忘了跟我们挥挥手 想想营养丰富的水产资源 是如何透过游业、养殖及加工过程 来到您的餐桌上 经历认识水产资源的旅程之后 来到这个游戏区 从互动中学习 并回答我们精心设计的问卷 想想自己能为永续海洋做什么 您将发现人类做出的任何一个小决定 都是鱼儿是否能永续生存的关键哦 我很乐意并且期待 与大家共同生活在这美丽的大海中 将来一起用永续珍爱的关心 分享爱海洋的行动 水产厅中 从资源、生产、养殖、生态、生活 再回到资源 带领大家认识水产对人类的重要性 使水产资源健康永续的发展 更是我们最大的期盼 而这 需要您与鱼儿一起努力 期待共同拥有更美好的海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